Jet Andy 介紹一本書是Nick Adams 寫的 我上去這個網站 Goodreads 檢查一下他的評價 2.6分 2.6分? 有多少人評? 因為通常一上 出版商 相關的人 自己都會有些人打進去 我老老實實沒興趣看 把特朗普和特朗普平牌比較寫一本書 但編輯都應該不收貨 怎麼可能這樣 Peter 這是我和你看特朗普的觀點 但在美國真的很多人很崇拜他 有的 但怎麼可以把他拜話 他跟邱吉爾一起捍衛西方文化的一個捍衛者 真的太看起來了 不理你 第二本又來了 這本很明顯是這麼多本特朗普書裡 是叫做扑低了的其中一本 有些是可以的 有些是可以的 有些可以賣的 那些通常都是罵他 都是數他 似乎這麼多本裏 就是近期 Mary Trump 那個 他侄女 書名叫做 Too Much And Never Enough 貪得冒險的特朗普 是的 他第一個星期已經賣了135萬本 基本上是很難的 大家知道這些叫做非小說類的時事書 是很少賣得暢少過小說 那麽這一本 就是Mary Mary Trump這本 就爬了美國很出名的一個電視劇 後面有小說 Hunger Games 就是飢餓遊戲 超過了這本小說的銷售 是比較罕有的現象 講政治的書是過了小說頭 他可能應該買得更加多些 因為那些是出版社的排期印刷 都有阻滯的 所以令到要再翻印 亦都是延遲了 不然我猜他應該買得更加多 沒錯 這本Too Much And Never Enough 已經是印了17次的了 很厲害 那些人覺得 就回到自己的親戚 看著他 不只是你跟他打幾個月工 接著就寫或者做訪問 而是真真正正的 反過來 特朗普是看著這個侄女看最大的 他是小時候 Mary小時候 看著這位叔叔 還有那本書 還說的 這本書是暢銷的 近期的 另一本也叫做得的 就是Michael Cohen 專門幫他執手尾的 最後自己都被人告入了 那本叫做Disloyal 不只是說他自己 還是說特朗普 這個形容者 賣了60萬本 整體來說 這三年多裡面 有千二本的書 基本上 對於美國出版業 是不錯的一個支持 他們說 整體上 就是因為 有很多這些書 整個出版業的銷售量 整體來說 上升了5% 在現在的情況下 上升了5% 是很好的事 美國的 很奇怪 他們說 在冬季的時候 是黃季 閱讀的黃季 是的 因為他們流行 是送書 聖誕節 是有會的 我不知道香港 沒有這個集 這麼多東西 不送送本書給人 可能是二頭上公 也不是的 我也有一個律師朋友 他寫著創作的文章 我每次跟他去碰面 他都送本書給我 後來我又送一些書給他 好啊 我想大家都樂見 這個出版業 可以奉勃一點 特朗普的書 本身就說了 都是一個浪潮 相信大家都知道 11月3日就是大選 如果要寫的 要出版的 好現在 如果11月3日 他贏了 我想接著那四年 千二本都不知道 慢慢有人去審 會繼續寫 但如果特朗普輸了 你看他輸了之後 才再出 你真是自尋死路 所以要趕 可能又要用一個打落水狗的方法 為他為何輸 沒有興趣 因為現在這麼多人 你猜大家特別崇拜特朗普嗎 不是 是因為需要要知道 你喜歡也好 不喜歡也好 這個人 真的影響整個世界的走勢 不單止說他的書 原來是連帶到其他 包括美國的憲法 美國的憲法 那個銷售量都升了四成 為什麼 我猜是因為大家 要開始看美國憲法 如何彈立宗途 內部的事情 是怎樣說法的 那些行為是否合憲 這四成多了是怎樣計 就是跟奧巴馬 是他第二屆連任的時候 就是同期比較 是特朗普在任的 就是現在 是令到連帶起 就是美國的憲法 都賣多了成四成 不單止還有的 還有一個 這本是挺特別的 香港通常我看到 是書局裡面都可以買的 那個是Muller Report 你還記得還有這件事嗎 是 當時有一個獨立的調查 那個調查員叫Robert Mueller 他去查一下 特朗普和俄羅斯的關係 那本報告其實是免費放上網 如果大家有興趣看 現在隨時看到 不過可能因為 認證書有 對 認證書 這本書在香港 我剛才說的 書局裡面 通常都是放到 書架最低貼著地下的架 就放了兩本 但是原來這本報告 雖然網上已經免費看到 都賣了幾十萬本 可能那些人真的做研究 那些細節 或者我覺得 真是想看看俄羅斯 怎樣影響美國選舉 那些 這本是必不可笑的 就是第一手資料 因為人家調查完出來 可以給你看的 其實都印出來 當年我也有買過一本 講911的調查報告 又是 很大本 當然 沒法即行的完 那本書 這些既然在網上都有 我覺得 隨便你 你整天都要揭開 如果不是 沒什麼需要 還有一本 特別一點 記不記得 特朗普的大兒子 都是叫特朗普 都寫過一本書 寫過他爸爸的 叫做 Triggered 副題就是 副題就是 How the left thrives on hate and wants to silence us 還有的 Joe Biden and the Democrats Defense of the indefensible 拜登和民主黨人 如何解釋 如何解釋一些 根本是不能辯駁的東西 好了 這本書 都上過《暢小寶》的 上過《紐約時報》的《暢小寶》 但是後來被人說出來 原來是用了共和黨的機器 即是用了黨的機器 將這本書送出去 就變成這樣被捕出來的《暢小寶》 但我也不是想說這個 我想說 就是 有些時候真的抵他被人笑 這本書就是 Donald Trump Junior 就是《小當勞》 他自資出版的 他不是特別交給出版社人 他自資出版 他出版了 其實 他本書還沒賣 擺出來 做宣傳的時候 已經被人笑 笑他什麼呢 就是笑他 連《 apostrophe》 即那個 道好 升上去的那個 放在哪裏都擺錯了 在書正的副題上 其中一個副題是 Joe Biden and the Democrats Democr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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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 Demo Crat 就在這裏斷了 《 apostrophe》就在這裏下去 然後S 這個小學都學過了 你這樣就即使是一個人 即是一個民主黨人 拜登和一個民主黨人的辯護 那當然不只是說一個民主黨人 是說所有的民主黨人 整個黨人 很明顯那個《 apostrophe》 就應該擺在AS之後 那他就是 即是 那本書 人家都未看到內容 看到那個標題 就已經抽情了出來 結果要靜悄悄悄 又要改過 是這樣的 那所以 剛才說 這麼多本 特朗普的書 其實 我想 如果要 真的要 看看你想怎樣 如果你的出發點 是那些揭秘 揭秘式的 我覺得 剛才說 Michael Cohen那本 Disloyal應該多東西看 Mary Trump那本 多東西看 講過政府的運作 我想都是Bob Woodward 始終都是 這些是正路一些 其實有很多的 即為何 這麼多關於特朗普的書 除了他本人 多東西被人寫之外 還有一個分析 我覺得都挺有趣的 就是因為 寫他的 你想想 有他的家人 有他 有他同落合污 有些是幫他打工的 打工的 包括他自己在外面請的人 亦都有調查過他的人 即FBI 亦都有記者寫 最特別的是 很多是白宮裡面的幕僚 做了不久出來 有一本出來一本 基本上前幾個白宮犯言人 都全部有寫過 即出來都有寫書 包括有一個 做了11天的 Mucci 還記不記得 在白宮裡面 做了11天的 那個叫做 communication director 就是傳訊的主管 是11天 他都寫了 寫了一本 關於特朗普的書 我看這篇報道 講關於特朗普的書 有一幅相很有趣 四個是幫特朗普做事的官員 原來裡面 基本上四個都走了 有三個 是有寫過特朗普的書 這個也解釋了 為什麼 市面上有這麼多 這麼多關於的書 因為寫他的人 有寫過的人 James Comey 也寫過 有寫過的書 有 這個就是FBI director 正如說 Cowen那本書叫做 Disloyal Cowen那本書叫做 A Higher Loyalty 大家記得 特朗普也很高 好像六隻衣服 他鼓哭特朗普 就說 講到 講笑 有些場合裡面 他會特意站過去 站遠一點 不止站遠一點 是站在窗簾布 你看 白宮窗簾布 很大一條 由屋頂倒下來 他說會放在後面 免得被人看到 免得跟其他 特朗普身邊的人聊天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 那 這書 我有沒有說到這裏 Peter 另外 我也想講講講 轉一個話題 這一輪 不知道 大家覺不覺 那些同學仔 即是回學 我們上次講 開學 開始 就有些退學 的 我不敢講 潮越 退學 你指的是什麼 不再讀 什麼級別 中學 主要是中學 高小也有 開始有些 小朋友說 在身邊的同學 開始離開 不再讀 即是離開香港 離開香港 我猜 很多是 會怎樣說 穩陣一點 因為現在疫情 理論上應該是學初 就離開 但是因為疫情 既然那邊都未開得住 你飛到那裏 可能又要隔離 不如遲些 才去英國 或者加拿大 加拿大可能 還未能進入 現在加拿大聽大班說 如果你不是加拿大人 根本就不讓你入境 所以還未開到學 在香港那裏就先照讀完 到差不多了 現在差不多就可以了 所以才是正式退學 所以 而且 不單止這樣 有些 譬如直資那些 影響更加大 似乎是 真的移民走 或者是 可以有這樣的條件 出來讀書那些 更加集中在那些學校 但就不是因為精神受困擾 沒有法子上學 然後停止那些 不是說那些 那些不需要退學 那些你保留著 就繼續醫病 如果是這樣 就是說 我說這個 其實經常 我聽到很多的 那些叫做穩定派 就是說香港沒有事 香港沒有事 哪有那麼多人移民 什麼什麼 其實這個是滯後的 就是移民 你不是馬上走 我想 再過了九月 就會更加清楚 就是 這些中學生 尤其是 路續續走 BNO是有些影響的 就是BNO 你的安排 我猜到九月 十月 這個數字 定了下來 然後再試試看 教育局 問一下他們 會不會即時有這些公佈 我想會幾清楚 是 他們當然有拖著不公佈 因為 每年都公佈 因為始終 那間學校有幾多 學生在 大家知道 公開資料 少了 那反而 就是 有些可能 我第一輪 進不了我心意的學校 那 不需要太過膚心 可能 還有很多 那些空位 陸陸陸陸 提供出來 敲門 可能敲得都不定 那 這個 我說BNO 這個移民 現在的現象 其實 都影響幾大 那些做 開移民顧問公司的朋友 有了BNO之後 真的 會有多 是嗎 不是 因為問其他 去加拿大 澳洲那些 是少了 是 大家覺得BNO 已經有一個 比較清楚的出路 而那個 也都不一定 需要 看起來 沒有什麼需要 要移民顧問 去幫你辦那些手續 所以 我們說 怎麼說呢 移民顧問 清學顧問 這是生的 很難做 但是現在 這個BNO出來之後 似乎 那個勢頭又 下了一些 大班 經常都提醒 有時候 不要太輕易 相信這些中介人 有時候他們有那些利益的衝突 可能他代表某些學校 於是 可能在那個分析的時候 可能有些偏頗 有些事情 實際有很多 有很多公開資料 在網上都找到 Peter 不知你記不記得 我們香港講義文 其實早期 講得很多 有一個叫做阿魯阿圖 現在比較少聽到 但是這個阿魯阿圖 其實仍然是很活躍的 我們稍後回來再講 我們稍後回來再講 我們稍後回來再講